首先,涂底油 不同的底油有不同的功能 购买前一定要仔细看 底油干透就可以涂指甲油了 这个刷头较小 所以第一层涂不云无所谓 色号在字幕下方 彻底干透以后再涂一层就可以了 这一步是樱花 看不懂的同学可以在我的店铺首页看一下樱花教程 店铺名叫俄罗斯田园猫 对准,按下去 在一小杯凉水里滴指甲油 水染的注意事项也可以看店铺首页 一般来说质感越水的指甲油越容易入水散开 但是如果它忽然就不容易散开了 那么就可以加稀释液了 用棉签把多余的部分蘸掉 然后用鼓一点的硬张 整一个压下去 硬张的身体部分尽量不要碰到指甲油 因为洗不掉 再把硬张举起来就是这样的 然后在指甲上涂结合剂 这个东西又能用于甲油胶 也可以用于指甲油 涂完结合剂半分钟以后 把硬张压下去 这时候硬张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水滴了 用刷子蘸着洗甲水 把多余的指甲缝里的那些指甲油擦掉 对于新手来说 刷子是最便捷的靠近大神的一个方法 但是无论对于新手还是老手 我建议大家都要被骑马一只刷子 两只吧 因为第一只可能用着用着就坏了 能够立刻有替补 用同样的方法印白色雪花 然后撕掉指缘打底胶 涂顶油 新手如果接触这个视频可能会觉得特别难 但实际上只要你跟着我店铺首页的教程 一个一个做下来 就会发现原来如此 原来这么简单 原来这么简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